目前遇到年紀最大的患者大概是幾歲啊 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 所以那位六十幾歲很勇敢 六十幾歲了 怕做拳馬 只是為了要做體雕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初任務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是要為各位女性朋友謀福利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的醫界王立鴻 蘇玉台醫生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松山水產的院長蘇玉台醫師 大家看到蘇醫師的體態 就可以猜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跟男性的肌肉有關 因為醫師的身體非常的精壯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蘇醫師 是要來幫我們講男性體雕的主題 那想要問一下蘇醫師 就是如果男生在健身房 一直苦苦練他的肌肉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打到他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讓他更快達到這個目的 那基本上男生 他其實要看的是叫一個曲線 一個線條 那如果他有比較好看的線條 然後肌肉比較強壯的話 那是不是看起來就比較man的感覺 那基本上要怎麼樣去讓這個線條出來的話 除了當然吃好 穿好 睡好之外 當然還是要靠一些外力 因為有一些人就他沒辦法讓他的 比如說胸肌變到他想要的結果的話 那他可能可以靠一些 比如說醫美的方式 讓他變得更不一樣 所以蘇醫師這邊說醫美的方式 是做出肌肉線條嗎 第一個你可以分兩種 就是我們為了就是要達到他的曲線 那如果他是很瘦的話 你務必就是要把他變大 對不對 比如說胸肌變大 二頭肌 三頭肌這些都可以去做一些雕塑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剛剛說的線條 有時候他想要胸肌的線條明顯一點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雕塑 所以我們雕塑肌肉分成變大 跟做出線條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醫師可以怎麼樣 幫我們的男性朋友 做出這樣的效果 現在體標有分很多種 那當然有不同的儀器 那通常客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覺得他哪邊不足 那第一個剛剛說的就是曲線 那曲線不足的話 他可能是過多 可以用比如說現在市面上有微縮 有超音波的容紙 水刀等等 把他的曲線先雕塑出來 就是讓他的形狀比較明顯 那再來就是說 增大的部分 他覺得不足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自體脂肪移植的方式 就是把他不足不強這樣子 對就跟女性在熔乳一樣 可以用自體脂肪去做出他的肌肉 是是是是 沒錯 那填充的時候 他跟女生的熔乳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性 男生因為肌肉的厚度是比較厚的 所以在層次上的話 你要去雕塑出他的 他比較方 或比較man的那種感覺 那跟女生的曲線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依他的身形 然後跟他的玩意比例去做一些搭配 那衣袖有沒有就是遇過 譬如說某個客人他就是指定說 我的肌肉超特別的 怎麼樣的形狀呢 花型啊 或是想要好幾塊 基本上比較少遇到這種 但是倒是有一些 當然也要符合身材比例 比如說他160公分好了 但是他就是一定要有8塊肌 或者是很明顯的人魚線 也要看他搭配起來這樣好不好看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抓他的黃金比例 這樣子才會看起來比較卸調 所以如果要做之前還是必須要尋問 專業的醫師會比較好 再想要問一下醫師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體雕的時候 如果他身材 譬如說他已經120公斤 那他有辦法來做體雕嗎 還是他在做之前需要減肥 比如說你說100多公斤 基本上他的BMI都大於30了 那如果是真的要做一些體雕 或看到比較明顯效果的話 第一個還是會建議他先去減肥 減到比如說他的BMI 他已經到超過20到25之間的時候 如果靠飲食跟運動 沒辦法達到他的效果 那才會來建議說去靠整形的方式 來做一個體雕的動作 那就是我們在做這個體雕教程的時候 我們會來做的患者的年紀 大約都會落在哪一個範圍內 客人大部分還是比較以年輕族群為主 當然也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他覺得運動 飲食都沒辦法去控制的話 所以也是會來尋求我們的幫助 那醫師目前遇到年紀最大的患者 大概是幾歲啊 60幾歲 60幾歲 那如果像這麼年長的患者來做體雕的話 健康上面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當然年紀比較大 我們知道性血管疾病可能就比較多 所以這個三高等等 就訴前還是要做一些檢查 然後等這些數據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再來進行這個安排這個手術 所以做體雕的話 他是需要全身麻醉嗎 基本上是全身麻醉 所以那位60幾歲的伯伯很勇敢 60幾歲了然後他做全麻 然後只是為了要做體雕 所以年輕的朋友不要擔心 因為60幾歲伯伯都可以做體雕 你也可以 第一次我想問 剛提到是過胖的問題 那如果有沒有過輕的患者 他也想做體雕 你會先建議他先去吃胖一點 再來做 還是他直接就可以做 所以如果他沒有肌肉的話呢 如果沒有肌肉 比較沒有脂肪的話 當然還是會建議稍微吃胖一點 因為他就沒有原料 就算他要去做一些肢體脂肪的移植 把他的胸大肌 額頭肌 這些肌肉變強壯 變大的話 當然還是要靠有原料 所以當然還是會建議稍微吃胖一點點 再來做雕塑 那我們剛剛了解了這麼多 關於體雕的一些療程 跟一些年紀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問一下醫師 關於我們能夠做的部位有哪些 還有大概需要多少錢 那我們這邊有做了一種小道具 就是想要問問醫師 目前能夠製造出肌肉的部位 所以我們從上面來看好了 第一個都是三角肌嘛 就是比較快的肩膀 這是可以做的 然後二頭肌也是可以的 那胸肌是比較常見的 因為除了肩膀之外 當然也有一堆厚實的胸膛嘛 那腹部當然有六塊肌 八塊肌 甚至人魚腺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比較少人在做大腿跟小腿 當然這個 因為它的肌肉數是比較大的 因為它還會牽涉到我們會運動 那脂肪如果補進去 結果它這個地方一直在震動的話 它可能存活率會稍微比較低一些些 那基本上費用的話 雄肌或腹肌是比較常見的 基本上也會抓20到30 當然牽涉到它 比如說它胖瘦啦 或者是它想要做的程度等等 那這是正面的部分 那關於背面 因為我們背面好像也有一些肌肉 背部的話 比較請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像背肌的話 我們所有的三角肌這邊的話 也有人去做 那你貨背肌的話 比較少人在做 但臀部倒是有一些 因為我們東方人 通常都偏比較瘦 比較單薄一點 不像拉丁啦 或者是美國人這樣子 所以臀部倒是有一些 但是通常是在女性比較多 男生稍微少一點點 那想要問一下醫師 其實就是每個部位它做肌肉的方式 應該會有一點不一樣 稍微也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 剛剛有說就是跟層次會有一點關係 那像胸大肌 我們盡量是會比較讓它 各方塊狀的形狀 讓它比如說下緣會比較明顯 那像腹肌的部分 當然就是 胸肌線條是要明顯之外 它還要有一些凹凸感 比如說6塊8塊 它就是它的凹凸感 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因為每個部位的肌肉的厚薄度不太一樣 大的脂肪的層次也會不太一樣這樣子 那如果他要用自體脂肪做填充的話 醫師會建議說 他需要抽多少大ICC素的自體脂肪出來 如果以男生來講的話 比如說胸我們會抓100到200之間 第一個還是要看他原本的脂肪的厚度 脂肪的質 然後跟他的肌肉的厚薄度 如果很薄 當然我們希望飽滿一點 所以打的脂肪量就會稍微多一些些 那術後的話 因為我們填補進去 希望他存活濾膏 我們會不希望一直去活動他 多久的時間醫師會建議說 他盡量像有廢人一樣 都不要動 避免他的脂肪被他自己消耗掉 基本上是可以動 但是只是說他一個月到三個月 盡量不要去大量的運動 那當然吃好睡好 還是比較可以讓這些脂肪存活下來 那剛剛前面醫師有提到 關於男性女乳的部分 像體雕這個療程 他是不是可以結合一些其他的療程 來做複合式的治療 可以啊 因為基本上 我們男性女乳症 主要還是在環境荷爾蒙 或者是生長激素的一些原因等等造成的 所以有一些年輕一點的族群 可能就是他胸部脂肪的含量就比較多 然後造成他乳腺發育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會有點像女性的外觀 那這要怎麼處理 也是透過比如說乳因周圍的一個切口 然後把我們一些脂肪 把一些乳腺拿掉 讓他的胸部比較平坦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結合 比如說你說做一些體雕 一起去做結合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想要問醫師就是如果已經做完體雕的男性朋友們 他想要繼續維持住這些肌肉 有沒有什麼建議他們的 基本上也是一樣只吃好穿好睡好 可以補充多一點蛋白質 因為基本上我們蛋白質還是會一直流失 那就可以慢慢的維持住他想要的效果 那醫師因為剛剛有講到說就是一到三個月盡量不要大量去運動 可是如果不運動的話 他是不是肌肉的那個線條也會消失 基本上是 但是就是等於說維護他 不要說你可能做完手術後 然後就去跳有氧 或者是去做那個什麼戰鬥舞蹈之類的 耗費太多能量的運動要先避免 接下來歡迎今天的冷安 再不要給我老公 哈哈哈哈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